第九百四十五集 就在方平想着这些的同时 魔武 众人已经战斗到了魔城 这座西日的天门城 之后的魔城 几次一手 这一次彻底被打爆了 张卫与四大强者参战 杀得天地变色 区区一座魔城 在众人连番大战下 已经消失了 武川 你真的不行啊 张卫与放声狂笑 四人占二十人 一来就击杀了一位 和十九位强者交战 战斗到现在 双方都有伤亡 不过四位强者 只伤未亡 对方倒是死了不少人 此刻 魔城上宫 还活着的人 双方加在一起才十六位 区区一方 参战二十人 短短时间战死了八位 不过武川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此刻金身彻底暗淡 无力再战了 吴奎山也差不多 不过比武川稍微好一点 四人背靠背 战到现在 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武川虽然无力 却是孝道 不管老子行不行 老子也创造奇迹了 这九平二十 说吧 武川还有心思笑话 吴奎山道 奎山这次死了最好 活着 等着挨骂吧 你报了多少柄神兵了 吴奎山嘴角一抽 别说话 前后也就三柄而已 刚刚神兵又报了 老子又不是故意的 刚刚太危急了 不报不行了 人群中 陈耀祖面色比两人更惨白 这位老人这次彻底爆发了 击杀的八人 他一人斩杀了四位 在这么多强者环顾下 他强行冲杀 斩杀四位九品 这一战到现在 他从进入魔独地窟 斩杀的九品 已经超过了一手之数 这么多年来 比他斩杀的九品还多的 恐怕没几个了 外围十二位地窟九品 也是喘息连连 到了九品境 早就可以不用呼吸了 不知疲惫 可这时候 这些人都是精疲力尽 眼中也是闪过 无奈和震撼 四位复生之地的强者 真的可怕无比 厮杀到现在 双方都是精疲力尽了 那些混蛋 有人心中暗骂 神鹿的援军呢 西方接近五十人 微杀复生之地二十多人 居然也没能拿下对方 而且时间拖延 越来越多的复生舞者参战了 恐怕指望不上西方那群人了 而北方 这是他们最恼火的事 他们明明感应到了大量强者的契机 可之前一直在一处停顿 直到现在才开始移动 可契机少了许多 疑似战死了大量武者 怎么可能 他们只是在追杀方平和长生剑 为何会战死那么多强者 这些废物到底在做什么 这些人还在想着 一瞬间陈耀祖陡然出现在人群中 神兵长剑上裂纹纵横 闷横一声一箭荡开 长剑暴力 九品神兵已经到了极限 不是自爆 而是战斗太过激烈 直接打爆了这柄九品神兵 老臣真暴躁 张卫于苦笑了一声 笑声未落 也瞬间杀了进去 陈耀祖今天很暴躁 战斗起来那是亡命徒一般的厮杀 击杀八位强者 他一人毒杀四位 这让张卫于有些无奈 我才是决天之下第一人 现在陈耀祖这老家伙 居然要抢这个名头 大战再起 十六位强者瞬间厮杀到了一起 陈耀祖闷哼不断 今生闪烁之下 也愈发暗淡起来 战斗到了这地步 已经不再是不灭物质的问题了 伤势太重 本源道再无进展 也许今日 真要栽在这儿了 地面 张涛 微微凝眉 难难道 陈耀祖 好像厚力不济 压力不够嘛 他隐隐有些感受 今日这几人一股作气 冲击绝颠 那是把握最大的 一旦今日受阻 也许就难了 陈耀祖原本距离决颠还有一段距离 今日却是大杀四方 就在于破釜沉舟的气势 不顾一切 可随着人类援军不断抵达 这些人好像有些卸劲了 一百多位酒品 压力居然不够 那小子又折腾什么了 好像内讧死了不少酒品 湛王封锁了魔独底窟 底窟的家伙未必知道现在的局势 还得让他们尽人才行 不行的话 就趁机爆发绝颠之战吧 张涛心中盘算了一阵 陈耀祖几人既然酒品之战 已经无法刺激到他们 那绝颠之战爆发呢 这一次 人类这边目前来的绝颠不算太多 一旦开战 人类肯定是陷入逆势的 起码他不出权力 那是绝对会陷入逆势的 情况危急之下 也许这几人会有动力 破入绝颠境 参与绝颠之战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解 这次爆发无法突破 绝颠之战开启 还是无法突破 那就要结了 别人不说 陈耀祖必然会如此 老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这一次不破绝颠 恐怕这辈子都未必有希望了 吴川和吴奎山都还好 这两人还没到那地步 而且也年轻 可以再等等 张卫宇也有问题 他一个即将决颠的家伙 确实迟迟无法突破 这代表他也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瓶颈 唉 能不能今日诞生两位决颠 就看此举了 这边正想着 通道对面 一只大猫脑袋浮现 开口道 那个谁 本猫戳死了十二个家神 猫粮要加二十代 张涛呆着 这只猫 这只猫别这样 弄得老子都不好意思坑他了 难怪他感觉西方也有点不对劲 好像杀敌太多 合着这只猫 在那边戳死了十二个 张涛想归想 还是迅速道 没问题 怎么 有兴趣戳死几个真神吗 一个 一百代猫粮如何 不干 两百代 那个 猫粮这么多吗 老张瞬间闭嘴 不能提价了 再说下去 这只猫恐怕要怀疑了 猫粮都不值钱了 那对方还能卖力吗 他闭嘴了 苍猫却是诱到 那个谁 打完了 本猫要一只狗 不许把大狗带走了 大狗 张涛眼神雪亮 连忙道 哪条狗 就是 就是那只从洞片外带腰出去的狗 脚 这一刻 老张眼神雪亮的能刺破通道 苍猫和脚有关系 大猫 老子没想坑你了 可这个 可这个 心痒难耐 我把脚弄到玉海山去 或者 把怀王放进南七域 这猫 会戳死怀王吗 至于行不行 问题应该不大 这只猫 给他的感觉相当强大 哪怕不如命王这些人 应该也不会比疯王差 要不要这么干呢 张涛纠结了 欺负老阴祸 他很擅长 也很清黑 那些老阴祸弄死一个算一个 甭管地窟地求的 都一样 可欺负一只蠢猫 这太蠢了 都有些不好意思下手了 明明没把柄 非要送点把柄来 不过难说 这猫会不会出手 得看脚在他心中的地位如何 要是只当玩具 那就没希望了 华国要再出几位绝颠 万不得已之下 那我也只能如此 张涛心中呢喃 我心很黑 我心很毒 愿就愿这世道吧 玉海山 蜂王脸色不太好看 传阴道 诸位 湛王绝绝不让我等探查南七域 恐怕别有用心 不如我联手击溃他们的阻拦 查探南七域战况 湛王三人 联手封锁了南七域 这让蜂王有些不安 精神力无法探查 此刻他们对南七域的情况 一无所知 当然 五王若是入狱 通道震动 他们是可以感知到的 所以唯一确定的就是 无真王入狱 可复生之地 是否去了援军 他们也一无所知 当战场上 统帅成了笼子 瞎子 一切都不好预测了 风王话音落下 怀王脸色阴沉道 还探查什么 还探查什么 主位 近日几人诸位都到 不如趁此机会 击杀一两位附生真王 怀王那是语气阴毒无比 这些人 越来越嚣张跋扈 外域本是神路领地 而今却被这些人封锁了玉海山 我们这些人 反而无法进入 可笑 原本这些人低调也就罢了 现在却是张扬把火 岂能再这么坐视下去 这话一出 一旁 平山王玩味道 怀王 你不会是被那头金角兽 刺激到了吧 平山王很想笑 怀王这家伙连算是丢尽了 戒域之地的那头金角兽 居然出来了 不但出来了 还带领戒域之地的妖族 帮附生武者杀敌 怀王在南七域发生的事 不少真王都知道 那是脸面禁虚 杀了金角兽 或者金角兽不再出现也就罢了 现在对方不但出现了 又一次坏了神路的大事 还当着怀王的面 出现在了南七域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疯狂打脸了 金角兽不死 怀王那就被盯在了耻辱柱上 以后真王之间谈及此事 恐怕都是笑料 怀王阴森森地看着平山王 眼神冷立 平山王却是不以为然 在场的大概就他和怀王最弱了 不过他好歹 比怀王要强一点 在其他真王面前 他是没资格嚣张的 可对上怀王 自己怕他干嘛 平山王甚至做好了翻脸的准备 翻脸结束 自己马上走人 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了 可现在真王汇聚 自己就这么走了 多没面子 怀王胆敢废话 自己这暴脾气一上来 直接找他开干 其他真王劝不劝 阻拦不阻拦 大敌当前内讧那是大忌 到时候自己脾气上来了 转头就走 谁敢说个不是 平山王想着这些 那是毫不客气 再次吱笑道 再怎么看本王 本王说的也是事实 堂堂真王级强者 三番两次被一头妖兽欺辱 真王的颜面一次次被丢进 而今神鹿真王威名 大不如前 也和某些真王几次三番 在非真王武者手中吃亏导致的 平山王感慨连连道 哎 世道变了 昔日真王一出默感不从 真王无敌的神话 人尽皆知 可现在呢 一些真王自己无能也就罢了 偏偏牵连了所有真王 平山 怀王脸色铁青 风王松王几人也是脸色不太好看 这话一出他们都被连带了进去 几人都在方平这些非真王手中吃过亏 不提也就罢了 一提真的丢人现眼 平山王淡笑道 本王说几句实话 怀王何必懂 作为真王 这点都无法接受 怀王看来真的是怒急攻心了 怀王眼神冰寒 平山王却是再次刺激道 怀王 那头金角兽现在可是活得滋热 上次你不会没追杀对方 反而送了对方一场机缘吧 本王听闻上次才尊者经 现在居然都神将经了 平山 你想和本王斗一场 怀王真的气得有些发狂 平山王这真王中的弱者和自己差不多 说不定还没自己强 也敢如此欺辱自己 成就真王三百载 这家伙一直在自己的王域猫着 哪里都不愿去 毫无上进之心 这样的真王也配合他相提并论 他怀王虽成就真王不久 可和复生之地的真王交战不是一次两次 论起和真王交手的经验 平山王如何和自己比 怀王想着这些 平山王那也是毫不客气 冷笑道 是又如何 你以为本王怕了你呢 好歹 废语 丢尽了真王的颜面 话说到这儿 怀王再不动手 那就是把脸丢地下 给平山王踩了 二话不说 一掌拍碎了虚空 直接轰击平山王的头颅 大手如同和身体分离 身体还在原地 手掌却是眨眼间出现在了平山王脑门前 平山王那也是毫不客气 怀王出手的瞬间 一座巨大的山峰从天而降 镇压虚空 朝怀王落去 两人那是说动手就动手 一个是早有预料 一个是怒火滔天 都是毫不留情 其他真王都是微微醋眉 人群中 这些真王也没褪比 该站在哪还是站在哪 这两人的攻击 也是越过了他们 隔空而战 确实没有波及四方 风王看了一眼百山王 又看了看远处对面 一脸吃笑的战王几人 脸色难看 传阴道 够了 附生真王就在对面 让对方看笑话吗 百山王及王主 让平山王入手 平山王和怀王虽然是真王中的弱者 可再弱那也是真王强者 此刻两人斗了起来 还真不好压制 怀王和他是一戏的 可他不能这时候对平山王出手 要不然可能会导致两大真王殿的真王彼此敌势 互相开战 鸡红文言连忙道 平山王何必动怒 大敌当前大家有事好说 平山王一脸愤怒道 这可是他先弄手的 本王肇实说几句怕了 他居然敢对本王出手 欺人太甚 平山王恼怒万分 大山镇压怀王 与此同时 手掌一动 捏破了虚空 一道裂缝呈现 带着强大的吸力 拉扯怀王的手掌 怀王手掌如同金刚 拍击着裂缝 直接穿过了裂缝 虽然手掌心出现淡淡的金色血迹 却是一眨眼击破了裂缝 一掌拍到了平山王身上 平山王避开了头颅 却也被对方一掌拍中了尖头 肩膀上 瞬间出现一个掌印 与此同时 他的大山也落下镇压 怀王单掌轰击大山 大山瞬间破碎 却是主动爆开 炸得虚空一片漆黑 怀王也是一个猎戒 身上出现多道血痕 这两人那是说打就打 打得高抬上空 裂缝频频出现 人群中 封王微微醋眉 随手一挥 将身边一道裂缝拍碎 裂缝眨眼间消失 对面 百山王也是一声轻哼 附近出现的裂缝 也纷纷破碎消失 没有扩散开 吉红有些无奈 这些真王 桀骜不逊 别看他是王主 还是真王 可管不了这些家伙 不过他和平山王交好 此刻还是再次说道 平山王 怀王 两位都小小伙 没必要此刻切磋 伤了和解 和解 平山王吱笑道 有何和解可言 当年怀王之子 击杀本王敌传门人 本王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若不是当年百王议会 让双方休战 本王早就宰了这家伙